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灵是最少人知道 但是却是最多被人误会 而且带来最多争论的一个题目 新派异端都不相信圣灵 他们不相信什么呢 他们不相信圣灵是有位格的 他们不相信圣灵是真神 另外一方面 灵恩的人士就把他们的信念建立在经历的上面 而且把他们个人的经历当作绝对的真理 来教导其他的人 第一波第二波的灵恩运动 他们对圣灵的喜有错误的教导 这个错误的教导包括什么呢 第一 他们说圣灵的喜的意思 就是圣灵充满 圣灵降临 也就是圣灵的浇灌 也就是圣灵的印记 其实真正来讲 这四样的东西当中 除了圣灵的浇灌 稍微有些相近以外 其他的全部跟圣灵的喜完全不同的 我们迟一点的时候 会详细来跟各位解释 另外一方面 第二 圣灵的喜的时间 相信灵恩的人 灵恩运动的人 也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他们说圣灵的喜是第二重的恩典 一定是在水的洗礼之后的 我们也会详细从圣经 跟各位来分析一下 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 第三个方面 灵恩的人士又说 圣灵的喜是有条件性的 这个条件就是圣洁的生活 顺服不断地祈求 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呢 还有第四 他们说圣灵的喜是有印证的 而这个印证就是说方言 可以说圣经从来没有 这样的一个教导 最后 他们对这个圣灵的喜 也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他们说圣灵的喜的目的 就是要侍奉更有果效与能力 老实讲 要是我们详细研究圣经的时候 我们得发现 全部这五样的东西 跟这个圣经的教导都不一样 我们首先一步一步来 圣灵是不是有位格的神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到底位格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位格就是看得见的 有形有体的 要是这样子的时候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难道神都没有位格吗 因为这个缘故 位格不等于有形有体 用肉眼看得见 位格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体 而这个个体是有情感 有反应 有行动 有智慧 有思想 可以跟人交往的 这个就是位格 首先我们来看看 到底下面的经文 如何告诉我们 圣灵是有位格的 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六节 圣灵是可以差遣人 也可以同时被差遣 他是与弥赛亚是同等的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我们施洗的时间 也必须要奉圣灵的名 替人施洗 第三个方面 以赛所书四章三十节 圣灵是有担忧的 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叫圣灵的 不要叫圣灵担忧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圣灵也是同时可以被亵渎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他警告我们不要亵渎圣灵 十六行传五章第三节 圣灵也同时可以被欺哄 他警告我们 不要好像亚拉利亚一样 欺哄圣灵 帖撒罗里加前书五章十九节 神叫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 十六行传的七章五十一节 同样 他也叫我们不要抗拒圣灵 另外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 圣灵同样也可以被泄满 所以圣经叫我们不可以泄满圣灵 十六行传八章三十九节 主的灵是可以把肥利提去 提了去 有行动的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神的灵也是同样可以为信徒祷告 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四节 当祝福的时候 神也叫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来得替人祝福 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八节 圣灵与我们都同样可以做决定 然后最后 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 跟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 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宗宝 但耶稣基督死了 复活了 升天了以后 他要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 另外一个的宗宝 这个宗宝就是圣灵 明显在耶稣基督的眼中 圣灵与祂是同等的 一定是有位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